这雷洁之针偏偏要在此刻融入孟昊的体内 进入其实海中 要以神念变化来轰杀孟昊 这对孟昊而言 以他久到封天尽的恐怖 对方这根本就是在找死 孟昊嘴角露出冷笑 他毫不闪躲 任由那根黑色的针轰着一声刺入他的眉心 瞬间融化 成为了无数黑色的烟丝 眨眼间融入孟昊体内后 于他的魂中 于他的石海内 刹那凝聚在一起 爆发出了无数雷霆黑雾 就要将孟昊轰杀 可就在这时 孟昊神念一起 立刻在他的体内 封天尽第一道印记 瞬间凝聚出来 轰鸣间直奔雷霆黑雾 双方在碰触的瞬间 那些雷霆黑雾一顿 紧接着更为强烈的爆发 可就在这时 第二道印记 第三道印记 第四道印记 在孟昊的神念凝聚下 于体内瞬间出现 与第一道印记融合 立刻撑动黑雾 使得雾气溃散 使得那无数雷霆震动 银银仿佛有怒吼 与无法置信之意传出时 孟昊冷横一声 第五道印记 默然出现 与之前印记融合后 形成了惊天动地的气势 直接将那些雾气崩溃 将雷霆大范围的碎灭 没有结束 孟昊双眼一闪 无论是苍茫台的第九层 还是第十层 都无法让他的封天进 可以全部凝聚 此刻这雷霆对于孟昊来说 就是最好的 试金石 偏偏雷霆还融入到了 他的体内 这就等于是 自行地送上了门 孟昊岂能放过 他神念轰鸣间 立刻第六道印记出现 瞬间融合后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在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使得所有的雷霆都崩溃 使得那些雷结的黑雾 在这剧烈的翻滚下 不断地收索 最终竟重新化作了一枚针 似要从孟昊的体内 逃走 你逃不掉 孟昊冷横 第七道印记 首次被他神念凝聚出来 也是首次与之前的印记 在这一刹那融合 刚一融合 立刻孟昊体内的世界轰然翻滚 一股难以形容的风印之力 惊天动地地爆发开来 眨眼覆盖孟昊体内全部的位置 如同形成了一个牢笼 使得那根针在颤抖中想要冲出 可却被声声地阻止 紧接着 这七道印记融合后形成的封印 在孟昊的体内猛地一缩 轰轰之声回荡时 如同一张大网 瞬间就逼得那根黑色的针 不断地后退 眨眼间就被这张大网笼罩了全部 直接覆盖后烙印在内 那根针颤抖 似乎还在试图挣扎 可却没有挣扎多久 在七道印融合的恐怖之力下 逐渐地碎裂 直至崩溃成为了飞灰 孟昊身体一震 他的双眼慢慢睁开时 目中赫然有雷霆闪耀 右手抬起时 无数的雷霆从他的手中爆发出来 直奔苍穹 使得苍穹颤抖 巨响滔天后 阳光洒落 雷杰的气息烟消云散 彻底地溃散 这一次的古静节 就此度过 当阳光洒落 夕阳出现时 孟昊站在半空 阳光落在他的身上 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橘黄色的金甲 他的身影在这一瞬被万众瞩目 成为了所有弟子心神内永恒难忘的画面 防目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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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声音陆续地传出 无数人纷纷抱拳 渐渐地这声音成为了音浪 轰鸣八方 渐渐地目光所及 除了那些道境外 所有弟子都在一拜 他们的目中带着狂热 带着崇敬 发自内心 燕尔在人群中 此刻 芳心振散 他似乎第一次发现师尊的样子 于这一刻 在那夕阳中格外的好看 孟昊站在半空中 看着下方狂热的众人 也看到了燕尔 许久 他抬起头 望着苍穹 墓中深处 有一抹金芒闪过 他的这具分身 到了此刻 已算是成长起来了 眼下他需要做的 是让这具分身踏入道境 而在成为道境的瞬间 他可以借助那爆发的修为之力 来完成 封天晋第一个印记的凝聚 也正是在孟昊分身声名赫赫 被整个苍茫派无数人 震动后的第七天 孟昊本尊所在的 大地内心空中 他感受到了 掌教老者 带着激动之念 传来的神念 九尊 一切准备齐全 这一次 我们或许可以长久的 留在明宫内 孟昊本尊在听到这句话的刹那 缓缓抬头 墓中有一抹期待之芒 刹那闪过的同时 他站起了身 这一次进入明宫 孟昊的期待比之前第一次时强烈太多太多 因为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超脱祭坛 而是当他离去时 回头看去的那一眼 铜镜的碎片掉落之地 第三大路上 孟昊深吸口气 大秀夜甩 身体凭空消失在了第九至尊城内 出现时 在了这半星空上 通往明宫的阵法边缘 几乎在他到来的同时 四周虚无扭曲 一道道身影 瞬间出现 八大至尊 金袍少年金云山 还有沙九东 都纷纷走出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 没有让麾下八元跟随 之前是为了开辟路线 才会让八元至尊一同前往 而如今 路线已经清洗 甚至经过这数十年的准备 众人都有一定的信心与把握 所以都选择了独自前往 众人在这数十年里 很少相见 大都是在当年回归后 就开始闭关 此刻彼此目光打亮时 都看出了每个人的修为 都多多少少的精进了一些 不过对于孟浩这里 所有人都保持尊重 尤其是此番二次进入民宫 孟浩的重要性 以及他在民宫内的无敌之意 使得每一个九元至尊 都不敢招惹孟浩 金袍少年那里更是有记性 他绝不站在孟浩的前方 此刻与沙九东一起 在一旁绕开了孟浩 长教 你之前所说的可以长久的在民宫 是怎么回事啊 上官红眼看人以齐全 立刻开口问了出来 没错 还请长教明示 长久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有办法解决 民宫内的那场末日变化 众人纷纷开口 就连沙九东 以及金袍少年 也都看向长教老者 孟浩对此没有兴趣 超脱祭坛对别人或许有用 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或者准确的说 是目前没有用处 唯有当他的第九进 在分身那里完全的凝聚出来后 本尊与分身融合的一刻 他才会借助超脱祭坛的气息 来使得融合更为完美 使得九进归一 化作吹灭青铜灯的力量 而在这之前 他不关心民宫 关心的只有铜镜的碎片 诸位稍安勿躁 还有一位道友没来 等他来了后 老夫会为诸位解答 掌教老者哈哈一笑 他目中露出强烈的神采之盲 这数十年的准备 使得他有很大的把握 可以长久的留在民宫内 还有一位 金袍少年双眼一闪 其他人都若有所思 显然都明白了掌教所说的那一位是谁 孟昊双眼一闪 看向远处 他的目光中有一道白色的光 刹那而来 此光不明亮 可以看到似乎是雾气组成的 一瞬临近后雾气散开 凝聚成了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女子 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 相貌秀美 如同仙子一样 唯独目中雾气很多 使人看不清她的瞳孔 总是有种眼前之人 被薄雾遮盖之感 若隐若现 见过白道友 一看到此女 四周众人纷纷微笑 抱拳见过 即便是金袍少年与沙九冬 也都很是客气 此女正是苍茫心上 在孟昊没有到来之前 四位九元巅峰中最神秘的那一位 甚至在众人数十年前 去明宫时也都没有参与进去的 白雾沉 因她飘摇如仙 故而在苍茫心上 对她的尊称是 白雾沉仙 孟昊看了此女一眼 这一眼看去 这女子也转头凝望 二人目光对视 可那种隔着雾的感觉很强烈 孟昊微微一笑 没有开口 这女子也点了点头 收回了目光 白道友能参与此番明宫之行 老夫的把握又大胜了几分 长教老者哈哈一笑 目光扫过众人 缓缓地说出了 他这些年的准备 以及如何避开明宫内的浩劫 明宫内的一切 经过老夫这些年的推演 以及查询古籍 可以确定的是 每一次时间到了后的浩劫 不会持续太久 最多十天就会消散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如何在明宫内 熬过这十天 因会与明宫同化在一起 死于患中 等于真正的死亡 所以重点 是让我们处于一种 似真非真 似幻非幻的状态 此事白道友可以帮我们做到 不足之处 老夫这里还有其他准备 随着长教老者的诉说 众人都没有说话 而是在思索可行性 莫聊 长教老者不待别人问起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八正大小的龟壳 这龟壳散出璀璨之芒 如同质宝 更有阵阵威压散出 甚至在长教老者的手中 仿佛将其与这片世界隔绝开来 使得明明肉眼可以看到 但却偏偏神识无法感受 此物就是老夫这数十年 花费最多时间准备之物 几乎在长教老者将这龟壳拿出的同时 四周众人大都神色一变 此物 长教三思啊 此物怎可轻动呢 此物是我苍茫派的振派至宝 独一无二 平日里用来镇压气运 这数十年老夫耗费了心血 将气运镇压隔绝 可保半甲子无碍 所以才敢将此物取出 长教老者 带众人说完 沙哑的开口 此物配合白道友的术法 就有了八成的把握 可以熬过浩劫 另外幸亏白道友提醒 且白道友对于民工的研究之深 也不在老夫之下 他在一些古籍上找到了线索 于第三重大陆上有一处区域 那里明显比其他地方毁灭的程度少了太多 此事老夫之前也有些印象 曾遥遥看了一眼 似乎在那里有什么力量阻挡了蔑视 而我们就选择在那里 借助白道友与苍茫派这件质宝 就可有九成多近乎十成的把握 成功熬过浩劫 长教老者声音传出 众人都在沉思 孟浩这里双眼微不可查的一闪 片刻后 众人又商议了一下细节 确定无碍 也规划了一旦失败后的逃离方案后 众人这才开启了传颂阵法 孟浩在阵法内思索 长教老者之前的话语 他隐隐有种感觉 长教所说的那处区域 十有八九是与铜镜碎片有关的 在这思考时 随着阵法光芒闪耀 孟浩抬头 目光一扫 与不远处也看向孟浩的金袍少年 二人目光对望了一下 金袍少年身体立刻哆嗦 他内心有些不妙之感 想到自己与孟浩之间的矛盾 又想到即将要去明宫 他狠狠一咬牙 在这阵法还没彻底开启时 身体一晃 来到了孟浩的身前 四周其他人也都诧异的看去 长教老者与沙九东 内心咯噔一声 孟浩目光瞬间冰冷 就在这时 突然的金袍少年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立刻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储物手镯 面无表情 直接扔给了孟浩 孟浩一愣 接过后看了一眼 顿时神色古怪 这储物手镯内装着满满的零食与丹药 还有一些很是不俗的法宝 孟浩虽然经历了山海节 经历了很多事情 将他的性格也都改变 可骨子里存在的东西 不会彻底的被抹去 此刻下意识的双眼一亮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看到孟浩的笑容后 金袍少年内心松了口气 也不去理会四周人 对于自己交这种保护费的行为 而出现的古怪的目光 他时刻记得 当初归来时 孟浩看自己不顺眼 二人出手后 自己委屈的大吼了一句 曾给过对方补偿时 孟浩那一刻有些尴尬的神情 你隐藏得再好 与我这火眼下 也依旧被我看出了 你贪财的本质 哼 这次我又给了你一个储物手镯 想来 你再看我不顺眼时 看在这储物手镯的份上 也不会太过分 若你过分 我这一次准备了五个储物手镯 就不信 对付不了你 金袍少年心底冷横 下巴抬起 一副很傲然的样子 孟浩干咳一声 对于这四周人的目光 他很是感慨 似乎好久好久 没有被人这么去看了 掌教老者愣了一下 与沙九东相互看了看后 没有说话 那白雾尘仙 似乎也很诧异 看了看金袍少年 又看了看孟浩 至于其他的酒员 此刻也都憋在心里 不好开口说些什么 不久之后 此地阵法光芒一闪 直冲云霄 轰鸣间带着众人 瞬间消失无影 出现时赫然在了星空中 在了冥宫的外围边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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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